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今天是2023年2月16日第788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东亚渣打,哪一只好? 我们在上一集第787集的时候,说中国银行现在的股价跌到一个月的新低,到底是否适合现在的投资呢? 我在片中也说了,如果用传统智慧的话,它跌到这个水平,暂时还未建造是抵买的 今天我们香港股市有额升,但这家公司3988始终股价没有升跌,报价2.93 传统上我刚才也想说的是,应该会跌到2.7左右才是抵买 但是它现在因为股息的回报率已经有9.3%这么厉害,如果跌到2.7的话,不得了! 真的有10厘多以上!这一件事是否令到大家很兴奋呢? 我最近有些朋友又开始投诉,有什么投诉呢? 他就投诉说银行现在的定期存款利息不高,很难再找到4.5厘的银行的定期存款 我说,如果定期存款没有,那就试试买一些比较高息的股票吧! 中国银行当然是可以考虑之中啦! 但是如果对中国的银行没有信心的话,不如来看看我们今天 香港有两家重磅的银行股公布了业绩 一家就是我们的白连老字号的东亚银行 另一家也是老字号的渣打银行 这两家的成绩,你们再看看 到底在长远来说,值不值得在这两家公司身上投资一些? 因为内房内银股高息可以投资,但是怕它不稳定 香港这边始终好像那个制度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何况这两家公司,你看到今天业绩公布之后 你们再考虑一下,到底这两家公司可不可以投资呢? 在未说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作为支持我的频道的 如果你还未订阅的话,希望你同时尽快订阅了它 那我们就来考虑一下这两家银行 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你的投资目标 今天我们恒生指数的走势原本就是比较好的 不过去到临收市的时候,似乎真的是一般的 今天最终恒生指数收市就是20987点 都是不够21000点的 它的成交金额都是徘徊在大约1200亿左右 所以都是属于粒粒地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今天升幅大概有175点 但是强度绝对不够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注意,就是2月24日 就是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的一年里 已经完成了一年了 听说现在已经集结大军了 随时随地,有机会可能 就会有一种大撕杀的出现 所以这个市场,包括香港的股市 和环球股市 现在大家都在夹到实 欧洲那边的情况 到底会有什么逆转 所以大家最近投资的时候 奉劝要小心一点 看清楚,如果市场不太好 就选一些个别稳定的股票来投资 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香港的蓝筹股公司 陆陆续续现在都开始公布全年的业绩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有个表 今天是2月16日 所以东亚银行和渣打银行 就抢先公布了业绩 接着下去,原来就越来越多了解了 例如去到明天,2月17日 包括有欺慎 和金沙都会公布业绩 尤其是金沙 我很想知道去年全年的市场 这么低迷的情况下 到底这些赌场的公司 它们会损失有多么严重 大家尽管给多点时间 去看看这间金沙公司 可以做成怎样 接着去到2月21日 就更加重磅的公司 就会公布业绩 包括了汇丰银行 和他的儿子渣打银行 然后还有其他陆陆续续 比较知名的公司 都会公布业绩 所以这个星期 大家都会很忙的 其中有一间就是新义网 都是在2月21日 都会公布中期业绩的 新义网1686 今天升得挺帅 我怀疑都是因为有业绩公布之前 这些股价通常都有些憧憬 所以就会做好些了 我决定在5.1的时候 看下可不可以博猛这一两天 如果升到上这个水平 就卖出去 因为上次是试过升到5.1 只不过我没回意 所以就被他走了 这次我也是希望 如果见高的时候 我就卖近些出去 原因我就是觉得 这间公司 虽然是好 很稳定的 但问题是 我们香港现在看上去 又不是特别稳定 而且最近最热的 题目就是 这个Track GPT 这个新义网 也没有这一件事 我看到这一排 这个微软 如果是粒粒的 就宁愿调些钱过去 长时间放在 Microsoft身上 似乎会最好的 因为连 Microsoft的大股东 Bill Gates 也说 Track GPT 将会是改变世界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这间公司 就是Microsoft的股价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希望我的估计没错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这么多间公司 陆陆续续地公布业绩 的话 真是看都有一段时间 看 打头炮的 就有我们这间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 今天就公布了业绩 上年全年的业绩 它是这样写的 它说 除税前 就大概收入 或者日利 就是43亿元左右 比预期的预计 都是比较顺利 但是按年来计的话 都有增长大概三成左右 兼且就派上 末期息就是14仙 如果折实港币来计的话 大概1.09仙左右 比预期也好一点 同时间 这个渣打集团也宣布 新一轮的十亿美元 的回购计划 十亿美元 大概是值七十八亿左右 你看到今天的渣打银行 它的全日的成交金额 大概都是不够一亿的 大概七千多万左右 所以这七十八亿港元 真的有时间 希望可以先把股价顶住 尤其这一阵 后面的日子里 都不知道会不会是乱乱的 有些十亿顶住的话 相信会稳定很多 全年来计的话 经营的收入 大概是163亿美元 按年都增加了16% 尤其在淨利息收入方面 增加了一成八 大概接近76亿 但是原来发觉 这个渣打银行的 最主要的收入 竟然不是淨利息收入 反而是非利息收入 高达87.3亿美元 增长15% 其实两大范畴 都有双位数字的增长 算是不错的了 去年全年 这个信贷减值 就减了8.4亿美元 按年来计的话 就增长了大概2.3倍 你想想 收入就有163亿美元 信贷减值 就去到8.4亿美元 这个数字 都好像是挺高的 另外 如果按法定的基准计算 每股盈利 大概有86美先 按年都增长了四成 至于这个派息方面 全年派息的股息 大概是18美先 如果跟上年比较 都是有增长的 算是相当不错 不过 这个渣单银行 本身的股息回报率 也不是那么吸引 另一件事大家要听清楚了 就是这个正息差 大概是1.41% 就是说 他给人存钱和借钱给人 中间所收取的利息 和给出的利息 大概是1.41% 等一会看东亚银行 就知道这两家银行的正息差 距离哪一家好些 那么 那渣单银行呢 其实呢 去年的收入里面 香港也是最主要的一个 赚钱的地方 按年都增加了8% 香港这个市场去年的收入 大概是37亿 营运支出大概是20亿 所以如果这么计算下去 香港银行还有17亿美元 那个叫做毛利 还要七除八扣 另一方面 中国市场去年的信贷减值 就要减值2亿美元 按年就增加了3.1倍 即是说 内地那边的市场的放贷 那方面 似乎生意上 都是有点阻滞的 那么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在内地那里做生意了 因为银行的钱放出去 想说赚回来 根本就不容易的 不过今天 渣单银行的股价 都升了大概是2.7% 他之前我都说过 他的市盈率14倍 不算高又不算低 但今年都算有增长 所以市盈率会再低一点 但是 那个股息的收益率 只有1.3% 真的相当低 你现在买他的话 都是因为他有 10亿美元的股份回扣 顶住 所以你觉得他安全 否则的话 如果买这个渣单 似乎我又觉得 真的一般 而且他现在的股价 都贴近全年高位 如果大市突然逆转的话 他如果陪卖一起跌的话 似乎由高位跌下来 他会跌得更加痛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 投资在他的公司身上 就要小心点 说完这个渣单银行之后 接下来就说一家 比较小的 不过在香港 都是百年老字号 这家就是东亚银行 今天我们的香港大市 都是有得升的 但是他的股价反而 还要跌大约1.75%左右 为什么呢? 当然跟业绩有关 让我给一些时间 让我和大家回报一下 东亚银行他这么说 他说由于多家内房股 内房的公司 去年面对资金流的流动性问题 因此令到东亚银行 都要有一个大幅增加 对这些行业里面的撥秘 就是贷款撥秘 去年的金融工具 的减值损失 是增加了2.5倍 去到59.26亿 撥秘前的经营日利 幸好还是有得升 升了大概25.4% 去到有87.3亿元 不过这些数字也是假的 最重要的是 究竟赚不赚到钱 赚不赚到钱 不过纯利按年跌了17.3% 所以东亚银行全年 就赚到43.59亿元 东亚银行都有派息 抹期息就派17先 全年股息增加到0.81元 即是81先 按年就增加了15.7% 所以大家就说 哇,很棒 现在它只有10元左右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在片尾的时候 我会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告诉大家 至于东亚银行的减值 这个减值的信贷比率 其实是升了的 由2021年的1.09% 增加到2020年的2.39% 增长超过一倍 很夸张 即是说 其实2020年 很多公司做生意都非常困难 不过 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 他说 去年中港两边都受到很多不同的因素影响 包括内地增长的幅度减慢了 也包括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所以对内地的经济有所保留 不过今年都已经可以了 那些东西已经开放了 所以在今年来说 有机会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 会比以前快很多 而且还会领先其他国家 不过暂时来看 这个消费所带来的疲弱 出口也是比较一般的 需要时间去恢复 所以总括来说 这个李告宝就说 对今年的前景是感到乐观的 因为什么都好像回复回到以前的水平 那内房的地产公司 广泛都是受到这个政策的支持 那就是说 如果可以帮它搞得定的话 慢慢慢慢的内房股可以还到债的话 那东亚银行的撥比 就可以会帅哥很多了 所以他说 现在希望可以继续投资在大中华地区 令到业务有强劲的增长 他这样想 我不知道他对不对 但是这几年来 你见到他的股价跌得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他回到大陆 就是很 很踊跃地在大陆的放贷 累到自己 周身矮 那他现在的市盈率 大概只有6.5倍 那他的股息的收益率 如果正常化 正常化大概都是去到3厘多 其实就一点都不算多 那你说不是的 如果按照计划 他的派息来看是很好的 其实他的派息里面 今年来 即是去年2022年的派息里面 包括了有特别股息在里面 如果撇除了特别股息的话 其实东亚银行现在的股值 或者现在的股息的收益率 其实都不是那么吸引 现在就告诉大家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两家银行 这两家银行 终于都将这个 2022年上年全年的业绩 就公布了出来 其实已经成为过去 派成绩表出来 无论好与坏 我们都会接受这个事实 好了 只不过 他们的未来又如何 东亚早前 因为向友邦出售了一些资产 赚到一些钱 所以他才会派发 这个特别的现金的股息 就是48仙 所以就令到好像东亚银行 现在的股息回报率 好像很吸引 但是如果你将全年的总股息 减去48仙的话 其实剩下来的话 一点也不多 所以东亚银行现在的回报率 其实是比渣打好 但是也不是特别高 大概只有3% 应该连4%都不够 所以这间公司 我觉得如果他要令到 大家对他恢复信心 东亚银行理论上 要进行这个股份回购计划 既然都有钱 又说业务好了 又说对来年的前景又乐观了 那为什么不做这些计划 令到大家股东都开心一点呢? 10元现在的价钱 的确是太低的 当然了 东亚银行如果这个理事家族 觉得做下去都没有什么 如果可以和别人合拼也好 可以卖盘也好 可以赚一笔也好 其实都可以的 始终东亚银行 他都熬了这么久 那他这间公司在香港 如果他只躲在香港做生意的话 我也不觉得他会是太过惨的 只不过你要去外面和别人做的话 你这间公司又不算大间的 不过会不会 渣打银行考虑一下 收购东亚银行 壮大香港的业务 会不会再好些呢? 渣打银行自己本身都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中东游王 现在都比较明朗地说 我们都没有计划要收购 之前是研究一下而已 所以渣打现在的业务 要创新高的话 都要靠他自己的了 就是说没有外援帮手的了 如果今年真的复偿 各样各样都好 世界和平 当然他的环球业务 都可能会好些的 好了 说到片尾的时候 今天还有一件事 我原本都想独立出来说 不过后来觉得 都不是很够了 所以算了 就不费事拿出来说 这间就是港灯 即我们香港的基建其中一间公司 他今天的股价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几天 就突然间跌到下去 比较低的水平 曾经一度跌穿5元 那我今早就试一下 就拼一下 4.98就看是否买到 不过是买不到的 但是我可能会继续试 因为最近股价 都是比较奇怪的一些 这个港灯 其实如果说回报率的话 最近放在银行 又不是说特别高息 买股票又怕那些 一早已经升了上去 现在去买的话 分分钟就会折火棒 但是这个港灯 就反而比较正路些少了 因为它现在的股价 沉直了下来 沉直了下来之后 亦都那个股息的回报率 又达到大概6.4% 我又觉得这间公司可以博一博 我手头上之前都拿过一批 那批就是贵价买回来的 所以如果它能够跌穿4元 我再买入的话 我可以顿回云 当是收息 算是不错的一个投资 如果将来有机会 可以独立再说的话 再到时再开一条新片 讲一讲港灯 或者这些公用股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对这两间 刚刚公布完业绩的两间银行 作一个全面的检查一下 如果你手头上拿着它的股票 要衡量一下 未来的日子里面 这两间公司的未来前景 到底好不好了 尤其是渣单银行 我经常都觉得 它的股价是高了一点的 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 不妨小心一点 希望大家投资 可以一直都这么顺畅 好,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各位光顺 最近的疫情 亦都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所以今天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说 两者医药股的 一只就是辉瑞 一只就是Mondana 辉瑞是一家百年老字号 而Mondana 是一家新进的药剂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 都是靠着这两年来 所研发出来的疫苗 就赚到盘满拨满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来这一条链 看看这个故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有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 希望你们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如果见到前后左右附近 有些广告的话 麻烦你帮我按一下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